第一章 你的烟影比我还大吗 或许我应该先解释一下 我究竟有什么资格写这本书 我既不是医生 也不是心理学家 不过我认为 我比他们更有资格 我的吸烟史长达33年 到了后期 我每天多则抽100支烟 少则两个人 六七十支 我曾十几次尝试过戒烟 有一次甚至强忍了六个月 没有犯金 但是我并没有摆脱烟影 仍然会有在旁边 有人吸烟的时候 情不自禁地凑上前去 想尽量多吸入一点烟气 趁火车的时候 我也总是购买 吸烟车厢的车票 绝大多数吸烟者 都会告诉自己 我会在被烟影 害死之前 戒烟的 烟影最严重的时候 我明知道自己 正在迈向死亡 却完全无能为力 由于经常咳嗽 我整天都在头疼 随时都能感觉到 大脑中的血管 正在跳动 我是真的相信 那些脆弱的血管 随时都会破裂 然后我就会因为 脑溢血而死亡 即使这样 我仍然无法戒烟 我一度想彻底放弃 戒烟的努力 并不是因为 我真的喜欢吸烟 某些吸烟者 会用这样的理由 欺骗自己 但我从来不会 我一直都很讨厌烟味 但我相信 吸烟能帮助我放松 给我勇气和自信 每次尝试戒烟的时候 我总是感到非常痛苦 无法想象 没有香烟的生活 会是什么样子 最终 妻子说服我 去接受催眠治疗 我得承认 当时我对催眠治疗 嗤之以鼻 因为对疗法的实际过程 完全不了解 一听到催眠二字 想到的 就是一个眼神犀利 表情英质的家伙 手里拿着一个钟摆 吸烟者通常都会产生的错觉 我几乎全部具备 除了一项 我并不认为 自己是个意志薄弱的人 我能把握生活的每一方面 除了吸烟这一项 当时我以为 催眠就是意志力的较量 尽管我不会主动抗拒 像大多数吸烟者一样 我还是真心希望摆脱烟影的 但也并不相信任何人能诱使我改变看法 接受催眠治疗的过程 似乎完全是浪费时间 催眠师要我做一些普通的事情 像举起胳膊之类 一切都并不神秘 我没有失去知觉 没有进入出神状态 至少我觉得我没有 然而疗程结束之后 我不仅停止了吸烟 而且还感觉颇为受用 即使是在阶段期间 在你急忙跑去找催眠师之前 我必须澄清一个概念 催眠疗法只是一种交流方式 如果催眠师与你交流的是错误的信息 就不会给你任何帮助 我并不愿意批评 为我治疗的催眠师 因为如果当时不去找他 我绝对活不到今天 然而他的治疗并不是 让我戒烟的决定因素 只是一个反面的刺激 我也并不反对催眠疗法 事实上我们的诊所 也将催眠疗法作为治疗方式之一 催眠是一种强大的交流和说服工具 可以达到良好的正面效果 也可以产生毁灭性的负面效应 不要轻易接受催眠治疗 除非催眠师是由你尊敬信任的人推荐的 承受烟影折磨的日子里 我相信我的生活离不开香烟 宁可死也不愿彻底戒烟 直到今天 任有人会问我 我是不是偶尔会莫名其妙地感到痛苦 答案是从来没有 情况正好相反 我现在的生活非常幸福 如果我因吸烟而死的话 临死时我是不会抱怨的 不过由于意料之外的幸运 我居然摆脱了生命中最大的梦业 永远不用再做烟影的奴隶 任由自己摧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 我不是个神秘主义者 不相信魔法秘书那一套 我接受过严谨的科学训练 所以当这一切魔法般降临在我头上时 我感到完全无法理解 我开始阅读有关催眠和吸烟的书籍 然而一切似乎都无法解释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 为什么戒烟是如此容易 而我过去却从来没有成功过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考虑清楚 因为思考的顺序正好颠倒了 我无法理解的是 为什么自己戒烟如此容易 而我实际上应该思考的 却是为什么大多数人戒烟如此之难 也包括过去的我在内 吸烟者对戒断期的痛苦弹之色变 但当我回忆最终戒烟的过程时 却发现自己完全没有经历痛苦 事实上戒断期的痛苦 并不是生理层面的痛苦 而是精神层面的自我折磨 如今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 帮人们戒烟的事业中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我曾亲自帮助签名吸烟者摆脱烟影 在此我必须强调 任何人的烟影都可以根除 我还没有遇到过烟影比我还大的人 恐惧是让我们不断吸烟的根本原因 害怕一旦失去香烟 生活会变得缺少意义 事实与我们的恐惧恰好相反 戒烟不仅不会导致生活质量下降 还能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 精力更加充沛 生活更加充实 更有情趣 一切吸烟者都可以轻松摆脱烟影 包括你 你所需要做的只不过是抱着开放的心态 读完这本书 你越能理解书中的内容 戒烟的过程就越容易 即使你一句话都不理解 只要照着书中的指示去做 也可以轻松戒烟 最重要的是 你再也不会感觉到对香烟的需求了 到那时 你唯一不能理解的 就是你为什么吸了这么久的烟 我必须首先提出警告 能导致轻松戒烟法失效的只有两种可能 一没有严格遵照指示 本书中的许多指示非常绝对化 或许这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比如我会告诉你 绝对不要采用减亮法戒烟 或是糖果口香糖等替代法 括号尤其是尼古丁替代法 可会 之所以这么绝对化 是因为我对这些方法十分了解 我并不否认 的确有不少人用这些方法达到了戒烟的目的 但他们成功的原因并不是方法本身 某些人甚至 能在吊床上面 咋咋咋咋 但那绝对不是最容易的方式 这本书中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唯一的目的 让你的戒烟过程尽可能轻松 从而确保成功 二没有理解只是内容 不要想当然 对这本书中的一切 以及你自己的观点和别人的态度 都要进行辩证思考 比如如果你认为吸烟不过是一种习惯的话 不妨想想为什么别的习惯 大多容易改掉 然而吸烟虽然感觉并不好 代价高昂 还能引发疾病 甚至死亡 却总是难以停止 如果你觉得自己真的很喜欢香烟的气味 就请扪心自问 生活中到底有多少东西是你更喜欢的 为什么你唯独离不开香烟 一想到戒烟 就会心慌意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